各位观众,从5月1号要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道路障碍部分也是列入管理的范围之一。 在道路障碍部分,凡是没有经过许可而挖掘马路的,最高可以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我们经常可以在市区里面看到没有经过政府的许可而任意挖掘道路,有的不知道他挖掘的理由在哪里,但是有的也许是在为了工作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,为了工作也好,都需要经过许可,需要政府的何可才可以挖掘道路。 现在我们就看到有人在任意挖掘道路,警察过去取缔。 很好的一条马路,中间被挖了一个大洞,不仅是妨害交通,同时也是对市容有很大的影响。 现在简直不知道是什么理由,就有人在那里挖掘道路,同时挖得很大很深,警察过去取缔他。 像这种现象,根据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最高可以被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,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,也是一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,最高可以被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各位观众,如果利用道路来作为工作场所的话,根据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最高可以被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因为利用道路作为工作场所,也是违反交通规则的,可以阻塞道路的交通,同时也很影响交通安全。 像这条街上面,到处看到的都是在道路上工作,因为没有适当的工作场所,所有的工作都移到道路旁边来了。 这样不仅把道路都阻塞了,同时也显得非常的乱。 像这种情况,根据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最高可以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例如这条街,所有的店都把他们的东西堆到马路上来,同时在马路旁边工作,像这样的情形,就可以被罚到新台币300块钱。 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一种行为。 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一种行为。